一樣在台中 台中市中北樓 早上是中島發生火災 火燒到一面 因為是親民連山到家 沒少人都在家 大家是趕緊走出來 不想到當地經燃欠水 中共的過程實在有夠危險 好家在是沒人上網 我們看到鐵壁廳裡面都是大火 消耗人員趕緊揪水 不過旁邊的路換出已經不收起來 這邊這邊啦 這邊這邊 家裡是一直沖煙裡面的家具 全部燒到歐梭索 消耗人員趕緊到房子裡面灌狂 不過這當時消耗人員遇到麻煩了 沖縫一間這段打四間 如果緊欠水源 隔水源不足消耗人員有夠中夾 這當時有一個老婆 快去碰到鷹仔 趕緊來倒出這個火頭 你來吃飯嗎 我還要我怎麼要 我還要 冠村必要一個高雅 變電太小 人員怕火災 普及繼續來噴水降溫 跟冠村一間火鍋面是插一條 民眾表示 這次冠村的第一間 有放這個新墊 機會地點藝術新墊的電線 太過了老夫太打電了 好像有生潭啦 今天就好嗎 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 對啊 聽說是從這裡開始了 雖然沒人受傷 七間騎機全部受了料 這在水南地区的老冠村 有四十萬人的歷史 沒有真的不會聽到改憲 還有二十萬人在這裡 不過這裡的藝衡跟這個電南山 都在外面 讓這個冠村 有很多危機 在這裡全部都